是什么地方 是山边还是个果园 走到这个地方来了 完了之后呢 咱们现在还得继续找的啥 继续找这个 你来我们家果园干嘛呀 是果子吗 不是不是 你别误会 我不是来你家果园摘果子 我是一个旅游主播 从这块路过 我是来这块参加你们明天那个 文化交流大会的 大会的 可热闹了是吧 我是去这个大会吧 但是我今天没有地方住 我找房间找住宿的地方 走着走着就走到你们这块来了 完了之后呢 你看我想的啥 我想找一个住的地方 那个小姑娘 你知不知道你们这块 还有没有那个 除了寨子里边 还有没有别的客栈酒店 或者是能住宿的地方 住宿的地方 那我家能住吗 你家能住 那这个那挺好啊 两晚 我得住两晚 因为你这个大会不是两天吗 我要住两晚 这两晚 你看多少钱 盖多少给多少 行不行 反正房间空着也是空着嘛 反正房间空着也是空着 那我也不能白打扰啊 是不是大哥们 咱们盖给钱 咱们给人钱呢 哎那个小姑娘 你就是这个寨子的是吧 对啊 我就觉得寨子嘛 哎那个大会是不是每年你都参加呀 那都是谁参加的嘛 那我能问你个事呗 那你说嘛 就像你们这个大会 它都是什么内容啊 都有什么活动 你跟我讲一讲 你没来过啊 我没来过 去年我有个朋友来过 但是呢 我听他说挺好 那可好玩了 那我们周边的几十个寨子啊 那十二个少数民族都来都得参加 附近几十个寨子 十二个少数民族 对啊 那不得人山人海 对嘛 那少数民族要创的四种民族习荡 那可好看了 哎呀那挺好啊 那一听就是挺热闹 对啊 明天早上八点钟就开始了 八点钟就开始活动了 八点就要听到一个 在新广场集合 在新广场集合 你去不上面在新广场 是不是你们寨子中间有一个空地 对对对就是那里嘛 完了在大棚子呢 对 我昨天我就从那路过了 哎呀我看好多人在那干活啊 昨天还给我 昨天给我搞的还挺生气的 我昨天我看那块有好多人在那干活 我不知道干啥 完了我心里人多热闹 我是不是搞啥活动啊 我说我过去问问呗 我想进去看看 有一个老大哥他不让我看 他不让你看 他给我拦住了 这个老大哥吧 哎呀他是在那干活的 得有五十多岁了 那头发都递走海了 知道吧 完了之后呢 有六七个小姑娘给他打下手 那么多 他这人干活我看他干的一点都不行 还不如我干活那两下子 他等头暖 那活他都不干就让那几个小姑娘干 那几个小姑娘还挺乐和给他打下手 哎呀我就在想 我说这怎么呢 这老大哥这么懒 怎么还这么多小姑娘愿意跟他一伙干活呢 我猜应该是村长吗 那不是村长 不是村长 那不是 那村长是我叔叔 不是 那不是地中海 你叔叔不是地中海 那不是村长的话 那他为什么那么多小姑娘愿意跟他一起干活呢 那你不知道 因为我们这边阿妹多阿哥少 阿妹多阿哥少 这是为啥呢 因为我们这边好多小阿哥 你一看到这个生活条件不太好 两个出门打工能赚钱 那出去阿没有发现外面阿外面有核四的小姑娘就在外面留下来了吗 就不回来了吗 啊 这么回事 就是你们这边的小伙子 他都那啥 他都到外边去打工去了 对嘛 打完工他就不回来了 对嘛 那留你们这么多女孩子在这个寨子里边 那等五人呢要是你年级大喽 那咋整呢 那自己想办法了嘛 自己想着 哦 像这种大会是吧 就会有其他地方的人来嘛 那可能就认识一下了嘛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那你这样呗 你不是说你家有房间吗 那我借宿梁宿 你能带我看看房间吗 你家远不远呢 不远 我家这边过去就是了嘛 那你能带我看看不 那可以 你给我一分钟啊 行行行 大哥嘛 咱们去那个小霞家里边 他这有房间 咱们去看看 看能不能住 完了盖多少钱 给你多少钱 哎呀 这孩子真能干大热天的啊 扛个大树头 哎呀 那个小霞 那我就发现了 你们这块 为什么这么多女孩子 都就是出这个利息活呢 我昨天我还想 我说这个是不是这边 这阿哥哥家里待着 怕晒 他不愿意除了干活呢 不是吧 就是阿哥他出远门了嘛 出去打工了嘛 那些都是女孩子 那些不动呢 你得干 干得动呢 你得干嘛 啊 就是说出去干活的 不回来 对嘛 就留你们这些女孩子在家里 对 哎呀 那你们 哎呀 这到年龄呢 这也挺着急的呀 是不是 大急嘛 那只能说是 像这种大会啊 人真是一点外面的 那还好 那如果说像我们这种年纪 还算大的 那还不好找 你这算年纪大 你今天多大呀 你猜一下嘛 我猜这玩意可不准了 女孩子年龄是最难猜的 你猜一下 你猜准了 我给你坐那个大飞机吃 飞机 飞机还能顿吗 那飞机可好吃了 你说你都不会想回家 啊 真事啊 哎呀 大哥们 咱们还要猜一下吗 不是你这样 咱别猜了 你直接跟我讲讲 你多大就行了呗 那我25了 25了 25算年纪大吗 算嘛 25在我们外边呢 有的刚毕业 刚参加工作呢 不算大呀 这边都算大的了 啊 这边都算大的了 啊 那我们这种嘛 年纪算大还不好找 啊 年纪算大不好找 哎那你像你们这个这么大年龄的一般你想找一个多大叔叔的想找个啥样呢 我妈说我们家嘛 我妈就这么跟我说 我妈说能找大一点的 年纪大一点嘛 会疼人 啊 年纪大点会疼人 嗯 啊 那得大多少能行呢 那大个十岁吧 啊 大十岁 啊 就十多岁那种嘛 十多岁 嗯 哦 大个十八九岁呢 嗯 那也行嘛 那也行 嗯 买那 那四十多岁五十多岁都行啊 那可以吗 就说那有没有力气嘛 有没有力气 嗯 不是 你 你 怎么还 要什么力气啊 是啥意思啊 我怎么没听到我 干活得有力气嘛 干活 嗯 那四五十岁不正常都有力气吗 都能干弄活 能干农活 哦 干农活 都什么农活 你跟我讲讲呗 就像我们家有那个礁石嘛 啊 有茶叶们得擦擦擦 像我们这个国民嘛 啊 就剪剪剪枝 不是 就剪这玩意 这小树枝 拿个剪的啪啪的 这玩意还需要多大的力气啊 是不是啊 那万一要考过什么东西啊 啊 他能帮一帮我 我听了 你们讲那个得有力气 好像有别的目的似的 嗯 反正得有力气 啊 反正得有力气 大哥们你们听着呢 是不是 是不是跟我的想法差不多啊 啊 就是要强壮点 对对对 啊 力气大点能干活 对对 啊 啥活都能干 对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哎 那你这个 你这是二十五是吧 那如果是要你到外边去 你愿不愿意呢 那我肯定愿意的嘛 啊 愿意是吧 对嘛 像我说嘛 就是我们带子呢 好多小工啊啊 他们有些出去打工的啊 那回来就跟我们说了 那外面呢 那可好了 外面一个月能拿两三千呢 拿多少钱 两三千 他们都忽悠你了 我告诉你 他们是不想让你们出去 那外边都能拿四五千 他就告诉你 他就告诉你能拿两三千块钱 那有些 四五千 应该取得我们这边 有些加一年的收入了 哦 四五千都快抵一年的收入了 那你们认为 这两三千也是挺多的呗 那挺多的嘛 两三千还多吗 一点都不多 我们个外边 我感觉都能整着四五千 大哥们你们认为 咱们个外边一个人干活 能不能整个四千五千的 你们认为能整四五千的 给兄弟打个一 啊 这孩子说 他们就整个两三千都很满足了 你们认为说 能整个四五千的 给兄弟打个一来 我得证实证实 要不然我都有点整懵了 这玩意到底 因为我也没上过班 不知道这玩意 现在上个班一个月 到底能整多少钱 大哥们 你们认为 你一个月 能不能整个四千五千的 上个班 嘛 支部间都是假人啊 哎呀 我问了半天都是假人 也不说话啊 真人有点少 好像是啊 没事 一会就真人就进来了 啊 现在都是假人啊 那个哎 那个小霞呀 你家还有多远呢 这边这边了 啊 我问你个事呗 你看我去你家住的话 嗯 那个你家有几口人都有谁呀 我家的话就有没有人嘛 我看有有这个年龄长的呀 我是不是应该给买点啥东西拿过去 你又买的阿哥 啊 我家就五口人 就我阿爸阿妈 我阿姐还我还我阿妹嘛 啊 五口人 阿爸阿妈阿姐阿妹 啊 你是老二 对嘛 啊 我的爸爸妈妈 哎那你这样呢 你们这块有没有商店呢 远不远呢 那商店在春头 你带我去一趟吗 你要买什么吗 阿哥 不是 我现在给你爸你妈买点啥呀 那不用买的阿哥 不是 那得买 那不买不行 那不用麻 你听我说 不要抢我话 啊 就是说啥呢 那个我们做人做事吧 都得要有礼貌 就是说去你们家里住吧 那个我们不能白住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人情世故 我们得做到位 家里有这个年龄长的人呢 我们得给买点东西拿过去 这是出于一种礼貌 你也不用拒绝 行不行 你把我阿爸阿妈都不在家吗 阿爸阿妈不在家 对嘛 那他晚上还不回来吗 他们都出门打工去了吗 出门打工去了 嗯 那啥时候回来呀 过年 得过年回来呢 嗯 哦 那就不用买了 是吧 那不用了嘛 哦 大哥们 你们说 这还要买吗 要不要给他姐姐妹妹 啥的买一点 他爸他妈 倒是没个家 咱们需不需要 给他们也买一点 啊 大哥们 你们说 咱们去人家住 是不是有点 打扰人家了 是不是 给人家买一点 哎 那个啥 那个小霞呀 那个你给我说说 就是说一会儿到你们家 呃 你你给我讲一下 这个民族文化交流大会 它的流程都有啥 活动都有啥 啊 那个我挺好奇一点 今天这个的话 你跟我说说 我有个谱 明天就省着懵呗 可以啊 明天的话 那我们早上八点钟 啊 就是广场集合 八点就去广场集合 对嘛 不能迟到的 啊 还不能迟到 不能迟到 啊 那去早啊 嗯 九点钟干啥 那通常得点明 发盆 发疯 不是 你整错了 明天不是这个文化交流大会吗 对啊 那整盆整桶 那不是打扫尾声吗 那今天就应该打扫的吗 不是打扫尾声 啊 那水盆得一桶 是因为明天 啊 九点钟 那太阳可辣可散啊 我们得泼水 不泼水节 啊 拿盆拿桶 过泼水节 啊 要泼水用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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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明白 啊 啊 然后的话 但是二次后跟你说 啊 要什么人都去泼 那怎么还不是 泼水节不是泼人吗 不是嘛 那些有些不大的呀 或者一些特别小小朋友 你不能拿盆 直接交给人家一盆 那不合理的不好啊 你拿着盆 要拿几小树枝 给他撒点水就行了嘛 啊 就是说老人孩子 咱不能直接泼 对 啊 到时候你给人家泼鸡肉也不好 是不是 啊 完了那个拿小树枝 象征性的撒撒水 就行了 祝福一下 啊 啊 那年轻人也这么泼吗 那年轻人也这么泼吗 这挺斯文的 那年轻人这样不好玩的嘛 啊 年轻人那么有盆有桶吗 一盆一盆泼 一桶一桶泼嘛 啊 年轻人一盆一桶那么泼 对嘛 啊 他不是说这么斯文拿个树枝了 那我跟你说 啊 你说去看你家小阿妹漂亮 你就去直接给他交一盆嘛 啊 啊 看哪家小阿妹漂亮 直接就给他泼上一盆 对 那人家不得激眼嘛 人家在骂我 人家很开心很高兴了嘛 他傻呀 我泼他他还开心 那证明他好看他漂亮嘛 啊 还有这个说法 啊 证明他好看漂亮 对嘛 哦 那你长得这么高这么帅嘛 明天请这个好多小阿妹来泼你呢 真的假的呀 真的嘛 妈 我一米六三那个 我这还算 这么高这么帅呢 算的嘛 啊 就我这这个造型 妈呀 我我妈都有点嫌弃我长得丑 你的意思 来你们这块 还很多小阿妹 还都得主动来泼我了 对嘛 那可真好 这我不是 这掉这幸福堆里了吗 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那不能生气哪都给你泼水 啊 他泼我不生气 那我能泼他吗 可以嘛 哎呀 有一句话 嗯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知道吧 他敬我一盆肉 我还他一大桶 那我们这边讲究 叫做 波失一生 幸福终生 啊 那必须得泼湿了 对 越湿越透越好 越湿越透越好 哎呀 看看湿不湿交 啊 那个 那那就是泼完水就结束了呗 那泼完水那怎么会结束嘛 泼完水还不回家吗 吃饭了嘛 啊 泼累了得吃点饭 对 但吃饭你别走 吃饭不走 那有饭店呢 有啥饭店嘛 我们早上去抽水的时候 啊 我们背个篮子 啊 就要把那个饭菜啊 放在篮子里面 带着自家的 桌椅板 反正就去广场的嘛 到中午嘛 就把那些桌椅 把那一摆吧 菜一摆就在那吃嘛 啊 就是说每家每户 都是少数民族 对 带着自己民族特色的美食 对 啊 完了之后呢 呃 桌子凳子都扛着 啊 拿到那块 完了往广场上一摆 啊 啊 把好吃的都摆出来了 对 啊 就在那吃 对嘛 那你们有吃的呢 我也没有啊 那我买点泡面啥带起得了 你买啥 开水啥又没有那块 你要啥开水呀 啊 我们带了嘛 你就跟我们吃就行了嘛 啊 我跟你们吃 嗯 像我们的正少数民族都得带 你看到哪家饭菜好吃吗 你就去哪家的就吃哪家的就行了 啊 你要带个碗就可以了啊 啊 我就带个碗就得了 啊 我咋听得跟要饭似的呢 啊 我就端个碗就去了 谁家有好吃的 我到那就吃 那人家不得不得说 你个好的你是 你拿个碗就来了 啊 啊 越多越开心越高兴 啊 越多 啊 越开越开心越高兴 啊 真的吗 他傻呀 他家他家做的好吃的 我端个碗到那大嘴妈哈的就就开始了 旋风筷子就轮上了 完了我轮的越快嘛 他越开心 对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咋就整懵了呢 证明他家做的饭菜好吃 你还喜欢吃吗 哦 证明他家的饭菜好吃 嗯 哦 就是说哎呦我明白这个意思了 啊 少数民族真的太热情好客了 但是菜太淳朴了 啊 就是 我跟你讲 你不要什么菜都吃 那咋的 还有不能吃的呀 有啥说道啊 不是啥说啊 啊 我们那个菜嘛太粗了 你都吃不来多种菜呢 啊 啥都吃你肚子高不下啊 啊 一条点没吃过的 哦 明白 那我家了啊 这前面就是你家了 啊 哎不是 我还有个问题呀 那个我想问问你 嗯 刚才我不太好意思说 啊 你刚才不是说你爸你妈出去打工去了吗 啊 那你爸你妈出去打工 那就你跟你大姐 还有你妹妹你们仨在家呀 啊 是啊 那你们仨你孩子在家 那我去你家里住是不是不太方便呢 不是啊 这有空房间嘛 不是他不是有空房间的事啊 这我大老爷们你说到你家了 你仨小姑那个家 你这到时候传出金 别人咋说呀 不得给你们造成这个麻烦吗 没事大哥 你就找不到住的地方了嘛 这住我家住就行了嘛 不是大哥嘛 你们说这这咱能去吗 这不是给人家带来麻烦吗 就到时候人家街坊邻居说了 你看这家三小姑呢 整个大老爷们儿个家 这进进出出的 就给人家造成不好的影响 大哥嘛 你们说去还是不去 你们说去我就去 你们说不去 我就换个地方 重新找个地方得了 行不行 啊 去吧 小伙子 啊 去去 啊 行行行 啊 大哥嘛 我听你们的因为啥 你们比我有经验有阅历啊 但是呢 兄弟不是啥坏人 兄弟呢 也是这个呃 正能量的啊 咱们深正不怕影子习 但是呢 我得把这个话呢 得跟人家说了 这到时候 你说这房间这么难找 住一宿就得给我撵出来就不好 是不是 啊 主播 哎呀 这这咱没往那上想 大哥 没往那上想 啊 但是遇到谁 谁都高兴 是不是啊 但是咱们的目的是来参加这个文化交流大会 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啊 啊 买点礼贷 哎呀 可不是咋的 咱们应该买点东西 因为这爸妈不回家 那不还有他妹妹呢吗 应该给他妹妹买一点 是吧 发个红包嘛 啊 这个倒是没问题 啊 发个红包倒是没问题 啊 你本来就想去 不是 我呢 是有点纠结去还是不去啊 那个哎呀 多少买点东西的 呃 也是 但是呢 哎 那个小霞呀 啊 你家 你们这商店到底有多远 你不然你这样 你回家求个框 啊 你们不都是用那个杯篓吗 啊 对啊 你拿个杯篓 咋俩去商店一趟 给你妹妹 给你姐 啊 买点吃的喝的 买点零食 要不然我来这打扰你们吧 有点太不好意思了 又买 干嘛 大哥们你们说要不要买点零食啊 呃 什么饮料啥的 什么薯片啊 哇哈哈啥的 你们说要不要买一点 到家了 啊 到家了 哎呀 这房 你家这挺有钱的 这房子一看 这家挺阔气啊 大哥们你们说这房子漂不漂亮 配上蓝天白云 这个景色好不好看 大哥们 啊 你看这还有小凉亭呢 是不是 啊 要买 要买点药 买那玩个孩的哥呀 是不是 哎呀 你看这房子多漂亮啊 这家蓝天白云的气候 那个就是老窝山 大哥们 那个就是老窝山啊 漂亮 确实挺漂亮啊 啊 那个咱们看看我住的房间 我怀疑也能漂亮啊 走吧 咱们去他们家里的 啊 到家里坐在那里闹吧 这外边俩太热了 这边房间呢 这边房间呢 一点都不好找 都爆满了 家里来个老外 阿贴 哎哎哎哎 阿贴 小霞 啊 你说家里来个啥 老外啊 谁是老外啊 你啊 不是我是中国人呢 那你不是外面来的吗 不是我是外面来的 我是中国人呢 我这 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 你怎么还能说我是老外呢 那我们这边嘛 不是我们寨子的 我们都叫老外嘛 啊 不是你们寨子的 全都叫老外 对嘛 我还当一把老外 大哥们你们要来 你们也是老外 阿贴好像不在家 阿贴不在家 不在家啊 那干啥去了 干活就没回来啊 那不是干活 那个报名去了 报名 报啥名啊 那明天大会不是得报名吗 啊 明天大会还得报名 啊 家伙们 我这头像旁边吧 有个加号 你按一下啊 他们山里信号不好 你给兄弟点个关注 一会儿那个 要是信号不好吧 要是卡出去了 你还找不着我 明天呢 我给你们现场直播 他们少数民族 有12个民族 一起在歌在舞的啊 所以说呢 我头像旁边有个加号 你们点一下 给兄弟点个关注啊 不然你明天你看不着了啊 买点东西就行了啊 用户大哥的意思是说买点东西不用发红包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不行 咱就买点东西算了 东西呢 还实惠 发红包吧 你说 你说咱给多了吧 怕人家不好意思拿 你说我要给扔两万块钱 人家得害怕 撒红包也没见过那些钱 说这大哥这家干什么玩意呢 这是啊 咱给扔两万块钱 你说咱要给扔个三百两百 哎呀嘛 这大哥外边俩的人都这么穷吗 还得说咱们小气 那咱们不行 咱就带他们去那个超市小卖部啊 吃的喝的随便让他拿 背他两框回来 他们也开心 有个千马板的怎么也够了 三头五板我怀疑都能够 是不是大哥们 主播不能太小心 大哥你放心 我把镜头调过来 你看看兄弟长得像不像那种小气的人 你看兄弟像不像那种狗狗嗖嗖的人 咱们绝对没有问题 是不是 咱们出来旅游这一趟 路上光着一来就一万多快两万了 咱出来玩还差那点钱吗 是不是买点东西说白了 三千两千的问题都不大 大哥们你们认为兄弟说的对不对 你给钱给多了 人家害怕 给少了 人家说张抠 不行就买点东西 让他背个框 一会他解回来 让他俩一人背一个 小伙子大气点 大哥们放心 兄弟绝对让你那啥 防风寨是不是在某那县 我也不知道他这是哪个地方啊 什么县呢 大哥呀 啊 行是吧 可以是吧 感觉可以的 就是咱不给发红包了 让他们解仨 一日背个大背篓吧 我带他们去商店 让他们开开心心 高高兴兴的消费一把 全把背篓子装满了 到背不动为止 完了之后 兄弟给他们买单 你们认为这样行不行 感觉行的给兄弟打个行 行是吧 OK 不要嘴贫 快去买吧 李妈 李哥呀 这不是我跟你们说话 都冷过人家了 我得让他叫他姐 他妹除了呀 完了之后得背框啊 才能走啊 我要是直接走了 我也找不着血脉部 是不是 那我直接走了 人家也不能跟着我 大哥嘛 我头像旁边有加号 点一点加号 给兄弟点点关注 因为山里信号不好 一会儿跟你说 你不点关注 一会儿你那啥了 被卡掉了 卡掉了 你找不着我了 找不着我 倒是不能咋样 不影响认识 不影响吃 不影响喝 但是明天这个大会 你就看不着了 知道吧 一会儿他大姐回来 他说他大姐还是这花呢 身高1米92呢 开玩笑啊 大哥 你见过身高1米92的吗 说是跳舞老好看了 主播你这主播说啊 找不到商店 不是在嘴上吗 是什么玩意 在嘴上啊 你的意思是说找不到商店 咱可以问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明白 那啥是这样的 家伙们 我得让他叫他姐和他妹 一起出来一起去 完了之后呢 一个人背一个大背框 到那去买完就回来了 多简单的事啊 是不是大哥吗 阿姐不在 阿姐不在 阿姐不明显了 那他啥时候回来呀 差不多得半个多小时 差不多得半个多小时才回来呢 那你这样吧 你家有没有充电线呢 有的 我这手机要没电了 要关机了 你给我整个充电线 完了之后呢 啥 给我整个充电线 我充点电 等个 我充个十分钟就行 等你阿姐回来 叫上你妹妹 咱们三个一起去商店呢 给你们仨一个装一大筐回来 零食随便装随便吃 那有啥不好的呢 那挺多费的嘛 我这我出钱你怕啥的呀 那你出钱啊 啊又不用你们出钱 那那也不好 没事怕啥 我给你家这又吃又住的 那我打扰你们了 我给你们买点好吃的不也正常吗 那太相信你了 啊大哥们你们说是不是正常 应该的 应该花的钱 啊对